藉由打工度假呈现关怀生态与生命热情的摄影作品 摄影家黄凯杰、猫岛、狐狸村日本打工度假个人摄影展 展出的摄影作品呈现对生态的关怀与生命的热情 好地方协进会理事长杨淑文表示 凯杰的摄影展将异乡有止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台湾非常非常少见有狐狸的踪迹的出现 然后透由凯杰他这一次的摄影展 给我感觉就是除了他对于环境跟自然满满的关爱跟好奇之外 其实一方面在其中有一幅画里面有两只猫咪的 感觉像是属于一种人际关系的背离跟落寞 所以其实他的每一幅作品我觉得是作品会说话 然后甚至是其中有一幅是属于那种生与死 比如说落叶然后还有新生的树叶 在那个雪地里面让我觉得说那种冲击性会比较大 尤其是属于视觉上面的冲击 对于黄凯杰为追求日本打工度假的梦想 在30岁前报名并前往日本工作 黄爸爸表示他对孩子的教育是支持与放手 让他们自由高飞拓展各种可能 我是希望我们做家长的能够让小孩子放手让他去 只要是不危险不要危害到身体的安全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他的人生 按照他的想法他的兴趣他的专场让他继续去发挥 不要去等他这样就可以了 年轻嘛不要把他锁在这个家里面 能够到国外去走走看看不同的眼界观念思想 都可以学到一些回来 黄凯杰猫岛狐狸村日本打工度假个人摄影展 今日起至3月31日 于福华名品想生活多功能空间展出 除了精选摄影作品还有电子书 期望透过黄凯杰的摄影展 感受悠然质得的美好人生 十方新闻黄慧肖瑞峰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